大家好 这里是LinuxCast 那么这节课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个命令行下的小技巧 就是如何去删除一个文本文件 通常是一个配置文件当中的控行和注释部分 那么在Linux当中 我们都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配置都是通过配置文件来完成的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么对于这个阿帕奇的配置 那么配置文件是保存在etc hdvd conf下面 有个叫做hdvd.conf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配置过阿帕奇的话 都知道这个文件非常非常的长 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警号开头的注释 还有控行 那么只有非减号开头的很少的一部分是我们实际的配置内容 那么我们如果需要去查看这个配置的话 需要这个非常繁琐的在这翻或者查找 那非常的麻烦 那么并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总共有1009行 非常的繁琐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只查看它实际的配置部分 不想要查看注释或者控行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在这里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 就是通过seed 那么sed是lending下面非常知名的一个文本处理的一个工具 那么sed它实际上是stream editor for filtering and transferring text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这个文本流进行过滤和转换的一个这个一个工具 但是功能非常强大 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支持正则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移除所有的这个注释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正则来去实现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 所有的注释部分全部都是以警号开头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通过正则表达式去匹配所有以警号开头的这些行 我们把它删除掉就行了 通过seed删除掉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条这个正则表达式 那么 所有以警号开头的我们的正则表达式的写法就是上肩括号加一个警号 上肩括号就代表以某个字符开头 那么后面警号就表示以警号开头 OK 那么我们的动作是D D就是删除 Delete 后面跟我们要处理的文本 那么这样的话 seed就会对我们的文本 那么应用这个正则表达式 那么也就是说删除所有以警号开头的这一行 OK 那么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 他所有的信息就直接输出出来 因为他不会修改原文件 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信息就已经全部都这个输出出来了 那么所有警号开头的注释就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条正则表达式去删除所有的注释行 OK 那么但是我们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空行 空白行 那么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想删除这些空白行怎么办呢 我们再继续加一个这个正则表达式 那么seed可以通过加多个-e去这个添加多个正则表达式 那么空白行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呢 我们通过警号dollar符这样的方式 警号是代表以什么开头 dollar符代表以什么结尾 一个警号加一个dollar符就代表空白行 就什么都没有 这一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就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匹配空白行 我们的动作还是D 删除掉 OK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发现所有的空白行就都没有了 那么直接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真正有用的这个配置才显示出来 那么所有的空白行和所有的注释就都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正则表达式 那么应用到我们seed上面去对我们的这个文本流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还可以把它去重定向到比如说我们的加部录下面 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重定向到这个文本去分析 我们去查找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更加方便了 OK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如何去通过这个seed 那么通过配合正则表达式去对我们的文本进行一些处理 那么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的介绍更多的这样子的小技巧 OK那么我们直接可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